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谷歌个人频道 从今天开始呢系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谷歌流痕八语技术 嗯 我计划用大概1234567 7个视频 来 讲解一下 谷歌流痕八语技术的 全套 技术 第一个首先我们啰嗦一下 如果知道了就不用看啊这个可以跳过去 什么是谷歌流痕 优点跟 优势跟劣势是什么 那我们打开一个案例看一下 假如我们搜这个啊 这个是短信待发的 当然这个有很多 有很多收入很多的 这个就不方便展示 有可能泄露到一个客人的隐私 别人的隐私我们就 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一条 这种 要发我们的广告吧 就是说要做排名的 那我们 谷歌他是做这个主战SU 他是很难排名的 谷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收入容易 排名简单 排名难 困难 那这个流痕呢 他就是利用到 这种高权重的 网站 比如说这个网站 他就可能是一个 OIG机构 翻译一下 你比如这个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 联合国内媒署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他有一个搜索 搜索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搜索 随便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好 我们搜索这个内容呢 我们搜索的这个结果页面呢 本身这个网站是没有这个内容的 那就是我们搜索的这个 搜索结果的这个页面 被提交到支出时 像这种网站 谷歌的给的权重是相当高的 就说我们通过一定的手段 来提交给谷歌 只要有一条支出 哪怕怕去一下 他马上就收 收录掉了 收录 他还能获取很高的权重 类似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网站 当然了这个 这个收录的快呢 他有优势 优势是什么呢 优势就是收录的快 收录的快 那你掉在一块 所以他的优势是收录的快 劣势是呢 展现方式比较单一 怎么怎么说呢 展现方式单一呢 我们 稍微看一下 都是这个网站 那假如说现在 我们搜索的这条信息 这条信息他只有 一句广告词 还有一个联系方式 他这种展现方式呢 就比较单一一点 第一他没有超链接 第二他没有相关的图片 这是第一个劣势展现方式单一 第二个劣势就是他 收录的快 他掉的一块 你可能你发一个 你可能你发一个 这种流行的推广 你发的有100万收录 那你如果没有继续发的话 可能第二他就掉了80万 可能一个月他就掉没有 掉了剩几万 这都是有可能的 啊这是讲到这个 搜索灵魂的 有史与劣势啊 就是这样展现手段 那这就是说这样的 这就是这样的样式 是这样的这个 结果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讲下一个 就是原理 第1个呢 就是要生成海淀的这个关键词 生成海淀关键词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说把你的行业主词 跟你这个加一些地区词 加一些什么词 过来把它批量的生成 拓展一下词